民间故事 白狐 讨风 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说的是白狐狸曾经想变成人 就过来讨风 真的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 只是这件事情不知真假 今天讲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年寒假我回老家去 东北农村乃冬天漫长无比 洋洋洒洒的那个鹅毛大雪 一下就是三天 这村子里边人闲着没事 都喜欢自个带个小板凳 去五爷家里边唠嗑 这五爷按辈分来排的话 是我爷爷的五堂哥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老头 据说读过很多的书 知道这许多的历史故事 那讲起也是一世来 更是一觉 灰声灰色的 简直就是村子里边的一个活电台呀 那些个评书电影啥的 跟五爷的故事一比 那简直就平淡的像水一样 那天晚上 村子里边的老张猴 嘟嘟囔囔的 说他们家的柴火肚啊 出了怪事 无论是码得多么整齐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都变成乱糟糟的一大堆 还明显少了很多的柴火 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 去他们家偷柴火呢 这五爷听了之后 就哈哈大笑 说老张头啊 你一把年纪了 还计较这点柴火这点事啊 那柴火谁家没有啊 偷你家的干啥呀 这怕不是别人 是那快成了精的动物 在学人样呢 也想烤烤火 一屋子人 听他讲起这个成精的话题来 都来了精神了 七嘴八舌的 还说当真的有动物成精 这么回事啊 五爷摸了摸山羊胡子 哎 说有啊 咋没有的 我就见过 一群人就嘟嘟囔囔的 让五爷讲讲 开开眼睛 这五爷咳嗽了一声 轻了轻嗓子 这动物啊 要是有了灵性 那就能修行 可是这动物不如人 人生下来就是那地形仙 占着仙机呢 自带着五百年的道行 动物想成仙呢 那就得先修成人 因此这百年千年的拜日拜月 就是为了能有个人行 有心智坚定的 躲起来一直修行下去 也能够立天节而形成人行 只是难呢 那不知道要过多少年才行呢 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走了歪路 靠点幻术伎俩害人 吸取了人生那五百年的道行 这个倒是快 可是这一旦这么做了 那路就歪了 那修到最后 也不过是个妖怪 充其量就算是个山大王 不能登了仙界 因此这动物要想成精 多数都得选择人类 这个地形仙的嘴里边 讨风 只要人一开口 说他是个人 他就变成个人 可问题是 人要说他是个傍锤 他也就算是白修炼了 其实不真的变个傍锤吧 至少是没办法变成人了 还得重新修炼 所以这人呢 遇到了讨风来的动物 一定要积口德 成人之美 何乐不为呀 不要张嘴骂他 像个扁毛的畜生 甚至那牛鞭 驴鸟什么什么的乱骂 他一旦成了精 也不吃你家粮食 倒坏了他的修行 再说了 那动物前来讨风 也是鼓足了勇气 乖可怜的 话说有一年 这五爷在地里边干活 远远的就听到那边 林子里边草木响动 熙熙索索的 钻出来一只大白狐狸 这五爷家的地 靠着山脚很偏 平时也有一些这小动物 从林子里边钻出来 也就见怪不怪的了 可是这白狐远远的望着五爷 要走又不走 又干脆的蹲在那地头上 看着五爷出草 这五爷见这狐狸 长得冰雪可爱 也没敢的 倒是有一句没一句的 跟这白狐狸聊几天了 五爷想的是 自己在这干活也无聊 就当是他来解解闷了吧 跟家里边那个大黄狗一样 等到了日落西山 这五爷抬腿往家走 看那白狐狸呢 起身跟了几步 五爷看了之后 哈哈大笑 说你这小狐狸咋还跟着我呢 当心被人扒了你这身漂亮的皮毛 再说了 我家也没有鸡给你吃 老头子我也馋鸡肉呢 可是家里边这老太婆兄啊 你说咱爷俩就别寻思了 快走吧 快回去吧 那白狐狸就好像是听懂了 似的 转头往商里边走 回头呢 还看了五爷鸡呀 第二天一早上 这五爷就被五奶奶给喊起来了 说一早起来 院子里边捡了一只大野鸡 那脖子被咬断了 也不知道这是啥动物咬的 家里边那只大黄狗呢 馋得很 恨不得把自己家的鸡都吃了 哪会给他叼野鸡回来呀 这五爷拿着的大野鸡 翻来覆去的想了半天 突然想起了昨天跟那白狐狸的话来 难道说这白狐狸听懂了他的话 给他送了只鸡来 五爷说既然有鸡呀鸡吃 那还不好吗 赶紧炖了开开婚 这都多长时间没吃肉了 馋死了都 那天五奶奶满满的炖了一大锅的鸡 那香味四溢呀 五爷吃的也是心满意足 去地里干活之前 五爷偷偷的藏了好几块的鸡肉 揣在怀里边 拎着个锄套就出了门了 果不其然 没一会儿 那只白狐狸又出现在地头了 五爷隔着老远 将那鸡肉扔给那白狐狸 说呀 是你这小家伙送来的吧 赶紧吃吧 可香了呢 那白狐狸咧了咧嘴 竟然点了点头 将那块鸡肉给吞了下去 从那之后的好几天 这白狐狸都过来 五爷在地里边干活忙活 那白狐狸就倒在地头上看着 家里边那院子 时不时的就出现兔子 野鸡等等的那种野味 五爷也不再害怕了 看着呢 之后就都炖了吃了 可后来有一天 这五爷正干活呢 一抬头 那白狐狸又来了 嘴里边叼了一件花衣服 四个爪子在那摆弄着 想往里边钻 五爷看他折腾了半天 也没穿上这件花衣服 急着在那吱吱转叫唤 这五爷觉得有意思 这狐狸好像是想穿衣服呢 五爷的笑声 让白狐狸停了下来 看看那衣服 又看看五爷 这白狐狸有些垂头丧气的 可又不甘心 忽然间人立起来 两个爪子合拢 冲着五爷就败了呗 似乎是有事相求一样 五爷才恍然大悟 这小东西又送鸡又送兔子了 感情是个快成精的狐狸 这是过来找人讨风呢 五爷看着那花衣服 再瞧瞧这白狐狸 明白了 是只母狐狸 这是想变成个女人呢 五爷摸了摸胡子 说 哎呀 我咋看你这么像个大姑娘呢 长得可真漂亮 那白狐狸高兴的眼睛都眯起来了 俩腿站着 学了女人走路 还扭了几下 那宽松的大尾巴 在地上扫来扫去的 五爷接着说 这么好看的大姑娘 不应该有条长尾巴呀 我看呐 舍了得了 那白狐狸听了五爷的话 连连的点头 就转了好几个圈 叼着那件花衣服就跑了 没过一会儿的功夫啊 从那山里边走出了一个 穿着花裙子的大姑娘 走到地头上来给五爷 做了个衣 嘻嘻笑笑着说 多谢老山神开口成全 小女子修行多年 这虎尾不掉 今日得了老神仙风证 修成人形 大道有望 今后必保老神仙 长命百岁 笑口长开 五爷说到了这儿 屋子里边响起了一片叹息声 说老五啊 你都疯了狐狸精了 咋也没换来金元宝啥的呢 五爷笑得更畅快了 说你们知道个啥 富贵天注定 不该我有的 有了也要招灾 再说了 啥金元宝啊 都比不上笑哈哈的活个百岁呀 还有人说了 五爷 你就吹吧 我可不信这动物 能修成精成人 五爷说 我老头子可不闲扯 你问问你五奶奶 那鸡兔子什么的好吃不 五奶奶正在做针线活呢 听到了之后 抬头一笑 说啥狐狸精大姑娘的 我可没见着 不过院子里边 常常送来那野鸡兔子 真是好味道 五爷听着这老太婆的话 得意的抬了一下下巴 说是吧 是真有这么回事吧 讲给你们听啊 也是希望万一以后你们遇上了 调些好话说 这也是功德 那天晚上回家之后 我就睡不着觉了 一直在想着五爷的话 竟然心里边有些搜长瓜度的 想出许多赞美夸奖的话来 你要说啥时候 我也遇到个讨风的动物 一定得美颜一顿 可惜了 如今活了这么多年 这都快忘光了 也没见到来个讨风的 难道说 这只是五爷在编的故事 逗大家乐吗 我们看着这些人 再来看着我们的 准备了 就有点准备了